先给大家好好聊一聊 ESPA全团颜值任期时 先让我留解 最为全团原生基础最好的存在 学生实际他虽然第一眼看不去 面部脂肪过多稍显正重 眼睛偏小鼻翼越大 同时伴随着明显的和面促出问题 但是依然不难看出 他的轮廓流畅 头小脸小 所以说基于这个基础 相比于他耐放利落的舞台表现力 他的整伤就真的克制了很多 首先牙齿矫正直点缓解了他八成的问题 侧量的冷面感直线飙升 同时随着面部脂肪的削减 颧骨下腿的线条都干净了很多 而他接下来的这两个调整动作 不仅把颜值打上了练实度 还提升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捞握 第一个就是眉心三有趣的立体度打造 这个动作让原本扁平的棉眼结构 产生了自然的双C线衔接 加上他原本就高屏的鼻背 面中立体度给顺便拔高 第二个就是扇形双一批的调整 自然款的开扇形非常贴合原生的骨相 既保留了原来的秀气风格 同时解决了他眼力高度不足的问题 眉眼也变得精致 骨相和皮相的紧接都拿捏的妥妥的 更觉得是啊 聪明的刘姐保留了原本厚缩的短下巴 这无疑是个最正确的决定 因为对于他这样一个长中庭下巴溜尖的底子 下巴但凡再长一点点 必然显得艳俗而成熟 短线反而缓解了中庭的成熟感 又保留了幼态的辨识度 同时没有兜掐的下巴参与 倒在脚架上粗面型的构造 还成就了他独一无二的爱交蛇系长相 你好啊 从平凡人家内找了AI建模脸 如果说刘志敏的并美思路是克制保守的 那SPA其他 之后也成为了全团唯一一个不秃的和面 但是比较虐的是 比起刘姐这种人间恋爱 宁宁真的是个大股价 这除了导致他容易显胖之外 整个头骨的量感也更大 下个脚的骨性外翻也比较明显 即使大刀阔斧的削减了骨量 轮廓的量感也没有明显的变轻 所以说宁宁保持美貌 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真的胖不得 当体肉的量控制在一个较薄的范围之内 通过到位的眼妆去放大明目耗尺的优势 在配合人出道以来 一直在不断进化的叶子能力 这些回归甚至平静美貌 登上美区热搜第一 而在在winter 骨相上时没有太大的调整了 但鼻子的变化 真的是堪称一个逆圈改命 缘伸鼻是他比较加上宽鼻翼 鼻尖圆盾 也几乎看不到任何的高光点 这种鼻子往往是最难调整的 当然也是调整收益最大的 它没有选择保守地进行修饰 而是直接最大限度地抬高了鼻尖 并且大范围的缩小鼻翼 打造了细挺的鼻骨 配合眉心和眉宫的塑造 整个面中部完美实现了 从毛皮房到精装房的改变 咱们普通人当然是不建议 整这么猛 但是怎么不说 作为女传来讲 这种鼻子确实是很伤劲的 那我们再看吉塞尔 她的改变就是用实力诠释的鲁 或对胭脂影响的大力有多大 圆生脸是点身的 扩面形加上方价格 虽然三屏比例还算标准 但是五官太小 油包略多显得迟钝 好在她的下屏是肉大鱼骨的类型 在消减了大量脂肪咬积以后 整个脸型就小了一半不止 在这个基础上 她只需要简单的配合一个 自然款的胎线型双眼皮 就已经和圆生脸拉开了巨大的差距 那话说回来 你最喜欢哪一位的眼呢